我先問你一個問題,你都在周遊列國 你和博格仁經常安排你去旅行 博格仁是一個旅遊界的,這個很囂張 你都很了解世界不同地方的經濟、民生 還有旅遊點很吸引人的地方 我想先問你,如果香港將它做一個美食之都 其實老實實,你覺得是否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稱號呢? 我想可能80年代還是一樣的 去到90年代就開始問一些了 現在就可以走開了 很認真 當然,很多人說我們倆是移民 被來港海外,當然是沒有在香港死,其實不是 大家要搞清楚,我們說好香港事故是我們的責任 是其是非其非,香港有什麼問題,我們要說出來 因為今時今日,你們這些責任在香港 就只能做到什麼東西 阿超哥有沒有體諒到那隻猴子 有三隻猴子很出名的,牠經常有些雕像 噁眼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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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噁耳耳 現在動自衛公圈那些猴子死了十幾隻 你想想,連做猴子的不准看,不准問,不准說,不准聽的情況 都不能做出來,好啦,你試問 如果你不知道香港的真實情況 你又被掛著沉迷於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你不出去外面的香港意外的地方 了解一下別人的地方是怎樣 那你怎樣去改進去求變和改革呢? 我真的很想請問 所以我們難得有個機會可以去海外的情況之下 那些朋友說,老學你好了,今個星期你就是抽完滑街 下個星期你就是曼谷滑街,走來走去 因為成功二位弟子,說真的 你以為覺得很人,走來走去 但是行運整個地球 我就可以充當大家的眼、耳朵 以及我都可以代理大家說出一些我的看法 Richard在香港說不到 很簡單,我剛才問你一個問題 超哥,你回答我了 為什麼你不覺得香港可以做美食之道 我都可以做美食之道